国道3号南下沙路段 满地白花滑飘啊飘 凑近一看是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卫生纸 天女散花占满了整个车道 经过了驾驶放慢速度通过 纸箱掉落的时候可能也被碾过 卫生纸包装爆开 往前开不久就看到路间停了一辆货车 车斗也载满了纸箱 就是他闯货了 国道警察接获通报赶紧通知公务段纸员 事发在国道3号南下175.3K沙路路段 10月9号早上10点多 货车司机载运卫生纸前后有捆绑 但疑似中间漏掉 车上大约三箱的卫生纸开到一半掉落 占有内中外线车道 沿线散落的范围大约60公尺 幸好25分钟左右就排除完毕 立即通知巡逻车前往警戒 及公路段前往排除 为造成车流回堵 并已规定是单举发 载运货物没有绑妥 卫生纸散落高速公路 路国道警察和公路段也来善口 除了损失 警方也依法告发 对货车司机开罚3000到18000元罚患 TV全家君卢一新台中报道